怎么样看现在大家都在拉自己的盟友 而且用的方法就是他们以前 最不屑于中国的一种方法 就是大撒币 欧盟拿出100亿实在是太寒酸了一点 中国大陆跟东盟的贸易额 一年8000多亿美元 相互投资3000多亿美元 主要还是中国大陆到东盟去投资 3000多亿 这110欧元真的是太少了 再多一点 然后贸易额中国跟东盟都已经8000多亿了 中国跟欧盟也8000多亿 所以欧盟应该再加把劲 我觉得我们欢迎世界各国都到中国 或是到东盟来做生意 因为大家都一起来做生意 繁荣各地方 尤其如果能够繁荣 东盟的国家是很好的事 但是那个钱真的太少了 您提到美国在开会前就大声的说 他们要给非洲的联盟提供550亿 其实还是太少了 非洲联盟有55个国家 那就是每一个国家只分到10个亿 然后他是三年给 所以每个国家一年只分到3亿多美元 那今年没有编 所以财年要明年财编 众议院的共和党会不会通过 还不一定 会不会砍预算 有可能 能 一 能 能 能